漂亮女人头顶一袋大米 挪动厄娜多斯的身材 路边的妇女却对她鸡嘴巴舌 明明扛的是大米 为什么背上却脏了一块 女人名叫安玄 是村里男人们公认的美女 也是妇女们的眼中钉 而玄村唯一无视她美貌的男人 竟然是她的丈夫 安玄的丈夫是个毒鬼 常念不着家 一出门就是好几个月 说是进城所生意 但是每次回来不但没挣到钱 还要把安玄省吃解药的家党一扫而空 每次都把安玄系得牙痒痒 但丈夫本人却毫不在意 任由西子发现怒火 等他妈累了 还给他变花牌魔术哄得开心 第二天 丈夫又在众村民的目送下 潇洒离开 村民问他这次又去哪 他只回答 去摘些桑叶 这番说辞大家早就听力了 当笑话便纷纷散去 但没了丈夫的安玄 天天就跟守活寡一样 一个人忙里忙外 还散不下几个钱 日子过得是比黄莲还苦 这要说一天两天还好 长期没个能说话的人 没被逼疯都要先憋死了 这天 同村的妇女却突然来找他 鬼鬼祟祟像是有什么事 他先是恭维了安玄两句 才说出前来的目的 邻村的老金就为安玄大名 想约得出来在村边的葡萄园见一面 只要安玄答应赴约 就会送他一袋大米作为礼物 安玄本对这个人不感兴趣 但一天有大米 他立刻两眼放光 聊聊天就能换半个月的温饱 是去还是不去呢 第二天 安玄还是如约抵达了葡萄园 在生存的重压面前 一袋米的诱惑实在太香了 哪有好事送上门还拒绝的道理 安玄刚到没多久 老金也如约扛着一袋大米出现 他其实很清楚 天下哪有白拿人家东西的道理 老金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安玄理应也要答谢人家 就这样 安玄扛着一袋大米回来了 从欢大的步伐中可以看出 他有多开心 只是路边的村民们都心照不宣 用差异的眼光打亮着他 回了家后 安玄搬来柴火准备做饭 他已经很久没有吃上热乎乎的米饭了 这时 隔壁家的黄蛋妈来问他 有没有兴趣跟他一起养残 每天只需要采赛桑叶 就可以拿两成粉红 一提到钱 安玄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从残房回来后 安玄发现 上次的女人把自己的米挖走了满满一盆 还说这就算是自己的介绍费了 安玄又急有无奈 可谁知道 白天送过去的米 到了晚上 竟被女人的丈夫又偷偷送了回来 落魄贫穷的女人有多惨 男人挤用一袋米 就换来了她的一次约会 这个男人还是个废捞鬼 在生存和尊严之间 女人还是选择了前者 安玄也因此成了村里最有话题度的人 再加上他本身长得确实漂亮 自然而然就成了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男人眼里 他就是上天下凡的仙女 想尽办法跟他打闪 而在女人这边 安玄就是他们达不到的高度 羡慕她的美貌 嫉妒她的人气 安玄也成了女人们的公敌 这天安玄正忙着帮黄大妈搬桑叶 村民们见到她 又把话题转移到她身上 一边责怪她的丈夫 竟舍得把这么漂亮的妻子留在家里 一边谈论起安玄的绅士 安玄嫁过来那天 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围过来 每个人都看呆了 村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漂亮的人 安玄穿着一身红色的洋装 手持一把花羊伞 脚踩黑色小皮鞋 俨然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 这样的女子显然和周围格格不入 所有人都很好奇 她怎么会嫁来这个鸟不拉屎的穷山村呢 有人说安玄是被丈夫买回来的 也有人说是她自愿嫁过来的 安玄自己却从来不提 这天 村里的女人就在河边洗衣服 见到安玄也过来 就故意大声讨论其他的事 期间 他们看见安玄手上的银戒指 就开始戒题发挥 一个平时饭都吃不饱的女人 竟能戴上这么昂贵的戒指 绝对来路不正 言语坚透露的 也不知是羞辱多一点 还是极度多一点 其中一个妇女也开始掀摆她的戒指 说是丈夫结婚送给她的 还庆幸自己的丈夫 从来不会和一些 不三不四的女人勾搭在一起 女人们的言词越来越恶毒 安玄听不下去 气得走掉了 回到家里对着空气发脾气 要不是生活拮据 谁不想清清白白的过日子 又有谁想整天 活在别人的闲言碎语中呢 不睁馒头听口气 安玄决定给那些女人一点颜色瞧瞧 她堵在女人丈夫回家的路上 故意拦着不让走 男人见得安玄两眼放光 推桑间 男人还不慎落入水中 男人追去安玄的家里 希望安玄能重拳她 安玄说 只要你把你老婆的戒指送给我 我就答应你 男人此时已经失去了理智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到了晚上 男人真的取下了老婆的戒指 趁着月下无人 拿来送给了安玄 第二天 丢了戒指的女人正干着急 安玄欠壮 立刻换上了女人的戒指 来到他们打水的河边 唯一露出来 让所有人看到 复仇成功的安玄 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感 她得意的离开 其他女人这时再反应过来 安玄的戒指就是女人丢失的那枚 女人大发泪停 衣服也不要了 立刻冲着安玄家里算账 女人们早就看得不顺眼了 这次中午有机会教训她 她能不停的撕扯着安玄的头发和衣服 毕竟双拳难提四手 安玄被打得浑身是伤 衣服也被撕碎 女人太美了是什么体验 既能享受男人的赞誉 也得承受其他女人的刀子嘴 由于村里消息闭色 但凡谁家要发生点什么事 用不了半天就能传遍全村 而安玄就是村里最漂亮的女人 这里的男人也都对她小如飞飞 但凡事都有两面的 村里的女人也都对她咬牙切齿 说她不守妇道 气急了还联系手来将安玄打了一顿 头破的安玄吃力的站起身 恍惚中她会想起自己的身世 曾经的家里比现在还要穷 父亲重病在床 母亲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 每天只能用野草果腹 吃了上午队没下顿 她实在太饿了 可是又没有食物 只好一个人来到外面偷偷哭 恍惚间 安玄发现棚子下有一堆土豆 见四下无人 她想偷紧回家 结果刚掉头 就被土豆的主人抓个正着 她不停地恳求男人 第一次为了活下去 出卖自己的孙岩 在面对生存威胁的时候 孙岩已经不值一提 看着庞托的大雨 安玄止不住哭了起来 不停地呼唤着母亲 经死一事 村里的女人坐不住了 他们容不得这样一个祸害留在村里 但男人们却舍不得 只有一个美人离开 村里就一点有意思的生活都没了 讨论僵持不下 最终决定 让村里最德高望重的人先生 去找安玄讲道理 任先生一正言辞地 只说他不检点的行为 但安玄立马就卖起了惨 声泪俱下诉说了自己的悲惨命运 一边给先生展示了自己的伤疤 所谓英雄难过美人观 任先生也被安玄的故事打动 不忍心将他煮出村子 第二天 安玄就像没事人一样 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的丈夫也回家了 本因为他的苦日子就要到头 可没想到 一个男人突然闯进他们家 这个男人就是隔壁的二傻子 他垂涎安玄的身体已久 但每次都被赶跑 二傻子怀恨在心 将这段日子里 安玄的所作所为 全都说了出来 丈夫听了 立刻把二傻子打了出去 翻滚在地头破血流 随后又抓着妻子一顿打 直到打晕过去 晚上二人同床共诊 丈夫又感到愧疚 他知道自己对不起妻子 但由于地下工作者的秘密身份 也为了妻子的生命安全 才选择了隐瞒 天亮之后 丈夫又要走了 但不同的是 这次还跟着一名士兵 安玄看着丈夫远去的背影 气不重生 日子又回到了之前的那样 在人们采桑叶的吆喝声中 电影结束 安玄是美丽的 她也纯洁过 欺负她的一直都是命运和生活 要说电影反映了什么 那应该就是 女性强热的生命力吧 但这也不代表 我们可以随意践踏自己的孙岩 若不是战争带来的苦难 谁又愿意苟姐偷生呢 只愿人人都能活在太平的世界里 不需要为了活下去 而违背自己的意愿 喜欢的朋友 记得看看原片哦